为了阻止中国的FC31出口到中东地区 美国在以沙特的国防协议中提到了F35 这场博弈要有结果了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田少 在过去节目中我们曾经介绍过 美国与沙特正在进行的双边防务协议谈判 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有依赖 美国则对沙特与以色列的建交有期待 甚至还想着要削弱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然而随着沙特与伊朗关系的和解 再加上加沙战争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 给阿拉伯国家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沙特王使也对美国提出了新的要求 那就是出售F35隐身战机 这两天一则劲爆的消息下来 美国与沙特已经接近达成双边防务协议 而且有可能会涉及到F35战机的出售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意味着美国为了将中国的FC31隐身战机 排除在中东市场之外 正在放弃塑造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独具军事优势的努力 关于沙特可能会采购中国的FC31的消息 已经传闻很久了 特别是中国军工企业 不断在中东航展和武器展上推销FC31 从而让美国陷入了空前的焦虑 一方面阿联酋已经向中国采购了L515高级教练机 这几乎就等于宣布 未来他们有可能会采购FC31 而这也同样能够破解 以色列在中东独家拥有隐身战斗机的优势 另一方面 加沙战争爆发以来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和解之路几乎被堵死了 美国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才有可能破局 因此有可能会导致去答应向沙特出口F35隐身战机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 双方在一项接近最终的双边协议上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 而这份协议的核心原则之一 就是美国将正式向沙特王国保证 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 以换取利亚德限制或暂停从中国采购武器 一名美国官员称 该协议的一部分内容包括 美国向沙特提供F35战斗机和其他武器 到目前为止 向沙特出口F35的主要障碍是华盛顿对以色列的义务 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项长期协议规定 在中东地区的武器销售 不能危及以色列的军事优势 所以现在美国就得权衡利弊了 如果美国不同意出口F35 那么沙特就有可能转而向中国采购FC31 那这样一来他就更不可能和以色列建交了 那么如果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口F35 那么以色列肯定会不满意 何况即使沙特购买了F35 也不见得就会同意和以色列建交 不过话也说下来 如果沙特从美国引进了F35 那么不但能够强调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安全承诺 还将确保沙特阿拉伯在培训维护后勤和相互操作性方面 长期依赖美国 在沙特与伊朗和解的当下 美国更需要这项交易 以冲击中国对中东的影响力 实际上只要美国和沙特的关系不好 那么利亚德就会选择加速从中国采购武器 据外围报道 2022年 沙特与中国签署了价值40亿美元的新武器交易 这里面包括武装无人机、弹道导弹和基于反无人机的激光武器系统 中国和沙特于2023年10月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 这也让美国感到很不舒服 另一方面 沙特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 同样会利用中美竞争的因素而获得好处 比如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沙勒曼将限制中国技术进入该国最敏感的网络 以换取美国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方面的重大投资 并获得美国的帮助来建设其民用和设施 那么美国真的会同意向沙特出口F35隐身战机吗 应该说离这个目标还比较远 不说别的 美国一定会拿这件事受要挟 希望沙特阿拉伯同意和以色列宴交 这样就不算违反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但是基于以色列军队进攻拉法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 沙特王储还真的不敢走得太远 沙特为了获得美国的安全承诺 有可能不会采购F331 但是他们一定会利用中国的因素来要挟美国 可以说这场博弈会非常漫长